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了播出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陈芳明的最新散文集 编解语登 这是银客出版公司的新书 在这本书里面 陈芳明回忆记录了 从1989年 他终于结束了15年的 黑名单流亡生活 能够回到台湾 然后一直到他此刻的人生晚静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杜悦了 他花了四年的时间 写谢雪红评传 这谢雪红评传的研究书写 到最后的出版 贯穿了这本书里面 好几篇散文 作为共同的主题 他今天回想 仍然认为 这是生命当中最艰巨的书写工程 在1991年的春天 终于完成 陈芳明说 折磨我将近四年的 日日夜夜 最后也有到达终点的时候 整整四年 每天的所思所想 都贯注在这位台湾女性 也就是谢雪红的身上 当年动笔之初 似乎抱持着 且战且走的心情 因为有太多传记史料 根本无法触及 甚至也不确定 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会不起而遇 1987年 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关键 尤其是在他所主编的 台湾文化上 发表序论的时候 根本并没有想到 会引起任何的注意 特别是在中国的北京跟上海 许多居留当地的台湾人 逐渐口耳相喘 那是他生命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事件 不只是台湾人社群正在注意 甚至北京的当权者 也正密切地观察 跟上海的周明认识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那时候 正在阅读史料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太多的谜团 尤其是1958年 反右运动过程当中 谢雪红遭到十大罪状的指控 在群众斗争当中 他承受了许多的罪名 这些也都不是陈芳敏 依照他过去的研究 过去的阅读 因为他不可能那么熟悉 中共当时的时代气氛 和党内的整风 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所以他无法理解 而这个时候太巧了 周明正好到美国 参加二八事件 40周年的纪念会 所以他就顺便 飞到San Jose 来找陈芳敏 和周明那次相遇 是写谢雪红评传过程当中 重大的突破 陈芳敏向周明请教 所谓十大罪状背后的故事 经过长达三天三夜 相互的比对 终于找到了这个历史的轮廓 在历史迷雾当中徘徊搜寻 只要能够找到一点点的光 就可以有突破的道路 另外遇到了一个人 是王思想 这个人本名是张宇 是安徽人 能够跟他联络 是因为他正在 安徽主编叫做 清明这本文学杂志 他写过一册 台湾二月革命记 让在阅读史料的过程当中 陈芳敏印象深刻 所以他就尝试 依照清明杂志的地址 写信给他 不过呢 其实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 在将近三个月之后 却突然收到了张宇的回信 那种惊喜 完全在料想之外 他的文字写得密密码码 笔记非常的清秀 在长达三叶的性质上 不只说他认识谢雪红 而且他也认识杨逵 他也提起他在台中的时候 曾经和杨逵过程甚密 他主编了《和平日报》和《新知识》 这两份刊物 背后的支持者都是谢雪红 杨逵在二十八事件发生之前 曾经发表过一篇 《重塑编程乡下工作队》 这个时候呢 王思想也就是张宇 特别用操学的方式 把全文记过来 他没有用影印的 是因为当时影印任何资料 在中国都必须要经过上级的批准 他的手抄笔记 寄到加州的时候 让陈芳明满心感动 觉得一定是因为 有人愿意写谢雪红 所以他会用任何的方式 予以协助 1990年 当整本传记写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对陈芳明来说 又是另外一个瓶颈 因为那牵涉到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内部斗争 那一年的夏天很苦恼 没有想到 8月中旬 在信箱里竟然收到 拿出一封古古的信件 太奇怪了 是从内蒙古寄来的 寄件者叫做谢惠君 陈芳明根本不认识 拆开来看 才发现里面夹记者 文革时期 台蒙 台湾民主自治联盟 内部互相斗争的游应资料 那真的是天外飞来的最佳的讯息 让他终于搞清楚了 台蒙内部的分裂状态 也更加明白 谢雪红遭到批斗的主要原因 许多谜团当的疑问 都在此刻 波云见日 所以就给了他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感慨 他觉得他所写的谢雪红评传 不是一个人写的 而是流落在地球们一个角落的台湾人 所共同写出来的 点点滴滴 汇齐成为巨流之后 这部传记的书写 才能够抵达终点 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心灵探险 也标志着陈芳明跨过中年之后的精神冒险 曾经有多少时刻感觉到绝望 毕竟谢雪红的时代距离太过遥远 而中国则是后来谢雪红离开了台湾之后定居的地方 要学谢雪红评传 不可能不处理中国的这一段 可是陈芳明要如何去理解中国 如何去探测中国呢 中国在他的心中如此的渺茫 时间和空间的跨度 简直遥不可及 所以前后整整四年的时间 尝尽了各种情绪上的起伏变化 没有人要求他去承担写这本书的工作 而是他自己选择重生投入 当我写完全说的最后一段话 内心不禁发出了惊叫 那个时候是深夜时刻 不知道要跟谁分享内心的狂喜 就只能够用传真的方式告诉台湾的朋友 也就是后来帮他出版 谢雪红评传的前卫出版社的发行人林文青 穿越了多少不眠的夜晚 终于到达自己所预定的黎明时刻 完成这一本传记 当然是陈芳明 生命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从一无所有开始 到最后他完成了一本40万字的庞大的著作 在过程当中所有的煎熬 证明是值得的 稿子上所写出来的每一个文字 是进入中年之后 已分分秒秒所累积起来的 一直到现在 他说每次看到那堆叠起来的手稿 自己也觉得不可置信 这本书最早的部分内容 曾经刊登在党外杂志80年代 那是由康林想所创办的 只因为内容牵涉到左派的谢雪红 而作者又是黑名单的陈芳明 所以终于被查尽了 于是传记的后半部 后来是改在自立晚报复刊连载的 那个时候 报纸的总编辑是林契雅 也就是诗人向雅 复刊的主编是林文艺 他们一起伸出援手 以整整一年的时间 连载了全书的后半部 那个时候 台湾解研了 所以呢 陈芳明所撰写的政论 通行无阻 所以这一部评传 也可以顺利刊登 到1991年的春天 全书连载完毕 接下来 秦惠出版社 预定要在1991年的7月 举行新书发表会 地点是台北的更新文教院 谢雄评传正式出版的时候 刘王正不久的陈芳明 也回到台湾定居了 到1991年 他回来的时候的心情 跟1989年 15年 黑名单之后 第一次获准 回到台湾 心情又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 1989年的时候 他感觉如此的陌生 这个时候 已经不再是陌生 慌乱 彷徨了 而谢雄评传 对他来讲 也有这种稳定的作用 他说毕竟 我已经完成了一本 历史传记 那应该是总结 我在海外漂泊时期 所建构的知识 一位男性史家 或一位历史女性作传 似乎是非常稀罕的事 这部传记 意味着自己在思想上的多重转向 最初自己被训练成为 中国杀魂主义者 现在则跨越到 以台湾为主体的思维 过去 曾经是男性杀魂指引者 现在则建构 台湾历史上的女性命运 过去自己是接受 右派的学术训练 现在则转向为 左翼的结构性思考 其中加缠着太多的 决裂与结盟 这是生命当中 最具有革命性的自我反思 这同时也就是 陈芳明这本最新的散文集 边界雨灯 贯穿书中所有的篇章 最重要的 其中的一个主题感慨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大家好 我是林凡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兆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硬刻主板的新书 陈芳明的散文集 边界雨灯 在这本书里面 陈芳明回忆记录了 1991年 他完成了谢雪红兵传 到了1992年 生命当中 又一个重要的转折 那就是他接任了 民进党文宣部主任 他如此描述 当时在民进党 担任文宣部主任的 工作的情况 请喷大雨总是在 夏日午后 骤然降临 这是我所熟悉的 海盗星气候 坐在铁皮屋下的办公桌 整个屋顶仿佛是 机关枪扫射那般 颇具战斗气氛 往往是过了午后不久 外面到处都是灿烂的阳光 从窗口探望 可以看见 建国北路上的 汽车 飞驰过去 内心总是对那些 在路上奔走的工作者 感到敬佩 他们不分晴雨 不分冷热 总是那样拼命工作 这样一个小小海岛 能够屹立在 雅西亚大陆的旁边 绝对有它不可亲舞的因素 台湾社会正处在 转型的状态 那种上升的趋势 即使陌生如我 也能够深深地感受 终于勇敢承接 这项艰苦的工作 绝对不是我个人 单独决定的 历史洪流 轰然袭来的时候 只能够选择 设身投入 在内心 我深深知道 自己是时间感 非常强烈的书写者 坏在现实的任何波动 往往都能 深深地感受 如今终于回到 历史现场 而且可以找到一个位置 与国民党 直接对抗 就更加 不可能轻言放弃 这份工作性质 完全没有下班的时间 只要进入办公室 战斗 便立即展开 其中的一项 很重要的战斗 那就是 如何处理 如何面对 当时基本上 被国民党 所控制的媒体 他说 1992年 冬天选战之前 似乎可以感受 乌云密布的氛围 当谜底 还未揭开之前 可以发现 电视媒体 和平面报纸 都在预测 选战的结果 到达11月的时候 选战策略 纳致底定 只要依照 既定的方向去执行 大约可以 等待揭晓 那是感到非常苦恼的事 电视媒体 始终都在抵制 民进党的竞选广告 每个夜晚的 黄金时段 国民党的广告 全部满党 台市 华市 中市 全部都属于 国民党掌控 反正 只要是涉及 民进党的讯息 都全部封锁 从秋天到冬天 时间 非常的缓慢 总觉得 有一股低气压 盘旋在头顶 内心有一股郁闷 无法舒展 那种苦闷 是因为深深觉得 民进党的资源 完全无法和国民党 相提并论 那时候 媒体往往有一种描述 点出 那一场选战 是大鲸鱼 对付小虾米 那年 城市的天空 总是乌云密布 很难得看见 晴朗的天气 而那样的气候 也正笼罩着 城邦鸣 内心深处 所以后来 他向当时的党主席 徐信良提议 是不是 干脆去跟 国民党中央党部交涉 徐主席觉得 似乎可行 而且觉得 可以借由谈判的行动 为民进党打广告 经过双方再三商讨之后 国民党中央党部 终于有了回应 那一年 国民党的秘书长 是宋楚瑜 宋楚瑜跟 徐信良之间 有余量情结 则回到 1977年 桃园宪长选举 国民党提名的 欧陷于 和徐信良教主 整个选战背后 是由 吴伯雄操盘 在文宣传弹里 指控 徐信良是 国民党叛将 那一年 双方的决战点 在中立 国民党 骤然 中止开票 这项举动 引起了 桃园宪明的不满 终于发生了 群众暴动 烧毁了一个警察局 中立事件的爆发 牵动了 整个选举的胜负 一直到 进入深夜之后 徐信良 才笃定 宣布当选 从中立事件 到这个时候 又经过了15年 海外流亡 回来的徐信良 再次 跟国民党对决 国民党中央党部 在 国民党中央党部 正对着总统府 那原来是 日本人遗留下来 红十四会的建筑 在战后 被接受为 国民党中央党部 明天党主席前往 国民党办公室拜访 当然本身 就是一个事件 当时的目的是 希望电视 可以播出 国民党的广告 徐信良 和陈旺敏到达的时候 才知道 那是 日剧时代的 旧建筑 围墙内 坐落着古典瓦瑟 似乎 门禁森严 台北的电视 报纸记者 紧紧跟着 走进去 这是建党以来的重大事件 因为一边 国民党 是镇压者 另外这一边 是反抗者 两党 从来没有过 如此正面的接触 对于台北的政台来说 这也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徐信良和陈旺敏 以及几位党部 随行的人员 被引导进 人家国民党的会割室 坐下来 美光灯便 此起彼落 闪烁着 十几分钟之后 党内随行人员 出现在门口 在那个时刻 两位政敌 终于伸手向握 对陈旺敏来说 这当然是历史尽头 因为那个场景 足以解释 许许多的故事 走进来的是 国民党文传会的主任 当时是祝基盈 在媒体上 陈旺敏跟祝基盈 已经交锋过很多次 现在第一次 在人家的党部见面了 陈旺敏说 我的心情非常平静 首先由主席徐信良发言 希望国民党媒体 可以接受民党的广告 在会谈的过程当中 可以发现 国民党内阶级分明 说话要依照 长幼有序的伦理 民党在徐信良的领导底下 容许党工 随时可以发言 甚至也可以提出 个人意见 如此贴近 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似乎感觉像 神话一般 勾起了 陈旺敏 内在 特别复杂的情绪 这个党中央 管控台湾的 言论自由 垄断 所有的国家机器 甚至坐有 庞大的党产 陈旺敏在海外 之所以变成 黑名单 就是由这个党机器 所决定的 他说 我跨境 门境的那个时刻 强烈感觉到 时代已经 全般改变了 那样的改变 能够发生 依赖了多少人的牺牲 付出了多少人的 自由代价 甚至还牺牲了 无数的性命 陈旺敏 感觉到 自己被时代 退到了最前端 没有任何的胆怯 当他提出 要在电视上 播出政党广告 朱基盈呢 还颁出了 新闻规范的条例 必须经过修改 才有可能在 电视播放广告 他说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国民党嘴脸 法律都是由 国民党定定的 立法院 也完全是由 国民党控制 干涉言论自由 也完全是由 国民党执行 许新良坐在那里 沉默不语 由陈芳明 对朱基盈发言 他说 法律当然 都已经规定好了 但是今天来拜访 就是希望能够完成 党对党的协商 那边呢 他回忆 朱基盈在举止之间 颇有手腕 在国民党内部 能够到达 那样重要的位置 想必也经过了 太多的权力较劲 那是一场 没有结果的拜访 离开的时候 颇觉惆怅 在那场选战里 民党被限制在 报纸的平面广告 记得当时 徐新良说 这是台湾第一次 开放立委 全民选举 许多思维方式 不应该停留在 一党独大的阶段 如此垄断媒体 那跟戒人时期 有什么两样 但是第二天 到达办公室的时候 已经有记者跟电视台 在党部等待 他们说 国民党同意了 民党在电视上 可以播出政党广告 时间是30秒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陈方明反而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在那一刻 明白了 民党的努力 没有白费 剩下的是 必须思考 如何运用这30秒 来推出广告 如何把反军权 反特权 反金权 这就是当时那一次立法院选举 民进党的主要宣传主轴 要把这个概念 转换成为影像 从1987年建党以来 这是民进党 第一次得以在电视上 播出广告 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 一直觉得 那是历史的突破 而如何付出实践 又是另外一项挑战 那年的秋天 似乎非常的燥热 阳光一直燃烧到 11月初 久久不退 为了迎接那场 关键的选举 似乎已经 没有下班的时间 当时的副秘书长 邱毅仁 和陈芳敏 总是关在冷气房里 跟广告公司 进行漫长的讨论 许新良也意识到 这场选战的意义 他非常努力地 在外面积极募款 那场选举 在台湾的民族史上 是有特殊意义的 12月19号 投票那一天 黄昏5点之后 民进党各部会主任 都进逐在党中央 开始等待投票的结果 文宣部负责在会议室 贴出各地候选人 名字的海报 准备计算票数 仿佛备在那样 每一个工作人员 都绷紧着申请 每个人都在计算票数 那段计票时间 陈芳明说 可能是我生命当中 最艰难的时刻 据说中央党部 从来没有飞扬着 欢呼的声音 但那一天 夜晚 完全不一样 许多会被规划 是当选者 在选票揭少的时候 竟然宣布当选 将近9点的时候 开票结果逐渐敌定 民党候选人的得票率 高达31.03% 获得的席次 高达51位 那是建党以来 所获得最高票数的一次 一个被认为 即将遭到解散的反对党 瞬间升格成为 报纸所宣称 未来有可能的执政党 陈芳明如此回忆 坐在会议室里 我久久 说不出一句话来 因为不太相信 能够获得如此的夹击 相对于国民党 所获得的102席 民进党的选战 打得非常漂亮 而这场选战 陈芳明依 民进党 文宣部主任的身份 庆深经历 把他的经历 他的感想 他的回忆 写在散文集里 这本散文集 书名叫做 编解语灯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电台转来转去 都不知道要听哪一台 你可以听FM93.1那一台 FM93.1 对呀 FM93.1台北广播电台 从走到晚 24小时不间断 内容丰富多元 有新闻 社福 健康 教育 资讯 政策 财经 还有艺文 美食 音乐及观光 甚至跨越族群 接轨国际 最重要的是 错过了节目也不用担心 因为网路上会保留60天 让你随时随地 都可以随选收听哦 那我赶快来搜寻 FM93.1台北广播电台 让你不只听见台北的声音